我們來解這個三角方程 左邊這個我可以用那個 副角公式把它合併起來 我們讓cosα-β 是cosα cosβ加上3α3β 也就是可以合併成 cosα-β 或是β-α也可以 因為cos它是歐含數 β就是x β減掉α α是4分之π 4分之π就是40度 45度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根號2分之1 好那我們知道那個 這個cos的話 就是說現在的話 cos它的這個 如果這個如果是七檔的話 那cosα跟cos負α是一樣的 好那你現在的話呢 這個cosα 是等於跟它2分之1的話 那麼這個α可能是多少呢 可能呢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角度的話 這個角度七檔的話 有可能什麼呢 有可能是這個角度 加360 就是說 就是那個2kπ 加多少呢 加這個 這個是 cos 這個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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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號2分之1 那就45度 就是說 這樣講好了 cos45度 是等於根號2分之1 cos負45度也是根號2分之1 那我們知道那個 cos是取正式 所以這個方程式的話 其中有一個 絕對指小於 那個90度的那個角 是多少呢 是 x-7π 就是θ 這個的話 有什麼呢 有那個正負多少呢 cos 跟它2分之1 但是我們知道 cos 它的周期 是2π 2π的乘數倍 所以 再加個2kπ k是乘數的 也就是說 這個是它的一般解 這個叫θ θ θ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2kπ加減多少 cos 這個 所以這個答案 它等於多少 這個是 x-4π 這個是4π 所以我就想著 x都等於多少 4π 加上2kπ 加減4π 所以它有可能什麼呢 可能是2kπ 4π-4弯就沒有了 或者是取正的 2kπ 再加到3 15π加15π 就是90度 就2π 那你可以把這個帶回去看看 看能不能滿足的話 可以啦 2kπ的話 cos 2kπ 是等於1 我覺得0度嘛 360 720 等等 這個帶進去的話 這個是等於1 這等於0 sin0度是等於0 sin360 也是等於1 帶進去的話 這一項 這一項的話 等於1 這一項等於0 所以就沒有了 cos45度就是跟2分之1 你帶這個也是一樣 帶這個就是 300 整數π加什麼呢 加90度 你帶進去的話 上面就等於哪 等於cos90度 或者是390度 你把這個帶進這裡的話 等於0 為什麼 因為cos90度等於0 你把這個帶進去的話 等於390度 390度 390度等於1 所以這沒有了 所以這等於1 那345度等於可讓我們之一嗎 所以呢 答案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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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就是這個